暖暖區東市街的道路重新跑步工程 剛完工路面平整 不過跑步時間的冗長 也讓當地居民抱怨不斷 基隆市議員林敏勳 特地到現場了解重新化現後的情況 並且強調將會強力監督市政府相關單位 不得允許管線單位任意在開挖東市街路段 保障道路的平整和安全性 這段期間原本5月就應該要好的東西 那在這個多拖的3個月 就是這3個月以來 相信大家有經過這條東市街的 都會感到相當的憤怒 尤其是我們自己看到也覺得說 真的它跑步完之後甲性回田 那道路坑坑巴巴有一段沒一段的 其實真的是很危險 然後又很不便 那所以說我們多等這3個月 就是為了配合整個台電的地下化 那把所有的管線都布在地下之後 那未來這個道路在今天終於把它跑步完成了 那大家看到會是一個嶄新的路面 然後我們也會嚴格要求強力監督市政府 兩年內不得再進行開挖 這點我會很堅持 因為我們暖暖的民眾配合這條道路 忍受了那麼久的不便 那與不舒服跟危險性 那我們好不容易這條路已經全部鋪設完畢了 那我們就會強力嚴格來監督 那未來其實我們在這個不只是東市街 其實未來明年的市府的預算裡面 其實還有5條的示範道路要來進行 那其中有3條就是我們暖暖區的道路 包含我們的遠遠路 包含我們的過港路 還有我們的八堵路 這次會之後是這個明年的這個示範道路 那會比照跟東市街一樣 先把地下所有的管線整平 那因為我們以前就是這個道路 以前的水管都比較老舊啊 管線都比較沒有清整 那所以說壞都是壞底下 所以大家看路面 其實包含路面不困難 困難的是底下的那個管線 只要一破管立刻那個就攤線 然後只要那個線沒有握好 重新再開挖 全部就會大家會一直覺得說 為什麼道路一直在挖一直在挖 那我們現在把所有底下的管線 全部統整好之後 就會像比照東市街一樣 鋪完兩年內就一定不能再任意的開挖 李敏勳也指著跑鋪完工後 重新劃設路邊停車格的位置表示 原本劃線廠商還把停車格劃大了將近三分之一 而停車格又在道路轉彎處 在他們發現反應下 才趕快改正重劃為標準寬度的停車格 像這樣離譜的情況 他絕對會嚴格監督 來保障用路人和駕駛人的安全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